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八六年 包括第十一至十二王朝 首都迪比斯 主要崇拜的神 其为阿蒙神 在第十一王朝中期的孟图霍特普二世时期 迪比斯完全战胜了赫拉克利奥波里王朝 完成了重新统一埃及的重任 第十九王朝时期的十一个王表中 把他从第一王朝的建立者美尼斯 第十八王朝的建立者雅赫摩斯 并列为各个统一时代的开创者 孟图霍特普二世重新统一埃及后 曾力图加强对中央和地方政权的控制 三个迪比斯人相继被指定为维希尔 一个王族成员受命担任了新设立的下埃及地方长官的职务 同迪比斯有着不可调和矛盾的西乌特诺马尔赫 由孟图霍特普二世委任的一个王族成员取而代之 但是对其他的地方贵族他却奈何不得 因为迪比斯虽然统一领导了 因为迪比斯虽然领导了统一埃及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 但是在很长的时期王权还相当软弱 而贵族包括地方贵族和神庙贵族的势力却十分强大 靠精通古王国时代的王室地产而发展起来的贵族势力 在第一中间期里更肆无忌惮地扩充了自己的势力 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行政机关 自己的纪念 自己的军队 世袭自己的职位 夸耀自己在其末末中的分工伟绩以及对人民的恩惠 无论是赫拉克利奥波里还是迪比斯 为了争取霸权都不得不依靠各地的贵族 因此这些贵族虽然依附于其中的一方 但都表现了强烈的独立性 例如 在赫拉克利奥波里统治下的赫尔摩波里和喜乌特就是如此 后来赫尔摩波里投奔了迪比斯 对迪比斯重新统一埃及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所以迪比斯不能不让赫尔摩波里的诺马尔赫享有某些特权 对其他诺姆的诺马尔赫 迪比斯当时还要倚重他们 这就使第一中间期以来已经做大的地方贵族 在迪比斯重新同意埃及后仍然伟大不掉 王权对他们还不能为所欲为 中王国初年 贵族之所以能表现出强烈的独立性和分裂主义倾向 除了他们自己拥有强大的实力外 还因为王权本身的相对衰弱 而且古王国时期的军权神兽理论已经破产 新的王权理论稍未建立 因此贵族势力敢于佣兵自重 甚至截留中央税收和往事税入 侵占乡邻洛姆的疆土 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第十二王朝的建立者 阿美·涅姆·赫特一世上台后 对以诺马尔赫为代表的地方贵族势力 采取严厉的政策 他阻止了各诺姆之间 连绵不断的争夺地盘的战争和破坏边界的行为 重新划定了一些诺姆之间的边界 他亲自巡行各地 整顿秩序和付税 使属于中央的税收得以上缴国库 他派克赫努姆赫特普一世 去担任领扬诺姆的诺马尔赫 并将该诺姆与相邻的诺姆的边界 做了清楚的划分 他限制了一些诺马尔赫的实习权利等等 阿门·涅姆·赫特一世 打击贵族势力和加强王权的政策 被第十二王朝的其他国王所承袭 到西努塞尔特三世时 这一政策收到很大成效 地方贵族的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此后再也不能读书一致 与王权抗争 君主专制再次强化起来 第十二王朝时期恢复强大的王权 是同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一个中小奴隶 主阶层强有力的聂杰斯 逐渐强大起来并成为王权的重要支柱 分不开的 随着王权的再度强化 国家实力逐渐增强 第十二王朝起 埃及又开始了对外的战争 主要是对南方的努比亚地区 同时也对西亚进行远征 如第十二王朝的头一位国王阿美聂姆赫特一世 在给自己的儿子西努塞尔特一世的教训中就说 我占领了瓦瓦特 是指的努比亚地区 我俘虏了马卓伊的人民 在第一瀑布与第二瀑布之间 发现了一个名文中也讲到 在他统治的第29年占领瓦瓦特的战争 他的继承者尤其是西努塞尔特三世 曾平放地对努比亚作战 据明文记载 他进行了四次努比亚战争 最后确立了中王国时期的南部边界 他在第二瀑布地方建立了几座要塞 要塞椅子至今有屯 以巩固其占领成果 战争的目的除了扩大领土之外 就是掠夺黄金和矿产等 社会经济状况 国家的重新统一 社会环境较为稳定 以及同外部世界联系的扩大 无以极大的促进了中王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 古代埃及是一个以农业为一主要经济命脉的国家 而农业的发展又与灌溉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王国时期水利灌溉系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尤其是从赫拉克利奥坡里 王朝就已开始治理法庸地区 在中王国时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治理 在这里修建了大规模的排灌渠道 使大片沼泽地区变成了凉田 扩大了耕地面积 在尼罗河第二瀑布附近的舍门河和库迈河 发现了尼罗河涨水高度的记录 这表明中王国时期对尼罗河水观察范围的扩大 农具也有所改进 主要是梨的改良 古王国时期只把梨为装有横目把手的梨所取代 古王国时期的直霸礼仪为装有横目把手的梨所取代 中王国时期有关饥荒的报道明显减少 这是农业经济得到发展的结果 在手工业方面 青铜器的使用更为广泛 在纺织业中使用了卧室织布机 这在中王国时期的木中壁画上有所反应 正是还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工业部门 及玻璃制造业 其玻璃制品留存至今 加长了对西奈铜矿的开采 甚至在以往停止开采的酷暑季节 也多促矿工前往 这可能反映了对铜矿需求的增长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促进了国内贸易的发展 在法庸附近新兴起来的一个工商业城市卡呼恩 也可能读作拉呼恩 可以为证 从这里发掘出不少商业文书 对研究这个时期的商品货币关系 以及城市生活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一个能源善变的农夫 这本书提供的资料可知 到在 它也可能不是一本书 是一份资料 从一个能源善变的农夫提供的资料可知 到在第一中间期里 尼罗和刘域及其中部西部绿洲之间的贸易关系 就已发展起来 在国内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中外国时期的埃及 和外部世界的经济交往也扩大了 当时埃及是地中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埃及同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交往十分活跃 在伊路撒冷西北一个名叫盖塞尔的古代城市的废墟中 发现了属于埃及的沙岩和花岗岩的雕像 以及从埃及运来的各种象牙制品和其他制品 这个城市中还有属于埃及风格的建筑物和神庙 这大概是来这里经商的埃及人见到的 在菲尼基的毕布勒 发现有属于中王朝时期的埃及器皿 师生人面相等制品 在著名的西诺海特的故事中 讲到了埃及和叙利亚之间活跃的商业关系 在埃及的贝尼哈桑的木画中 坏有37个亚西亚人在部落领袖的率领下 来到埃及的情境 他们可能是要同埃及建立商业联系 受了当地诺马尔赫的友好接待 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已经从巴比伦尼亚 建立了商业联系 1935年在埃及的一个神庙废墟中 发现了四个箱子 其中的物品大多为具有典型的 巴比伦尼亚风格的印章和护身符 同地中海上克里特岛的商业关系 可能早在古王国时期就已经发生 到中王国时期更为扩大 在卡霍恩发现了来自克里特的典型 卡玛瑞斯式陶器的产品 在克里特也发现了属于埃及风格的食品制品 同东南方的彭特是金索玛里 也在这时建立了商业联系 第十一王朝时期一个名叫 赫努的官吏的名文说 埃及曾装备了一支相当庞大的 商业远征队去远征彭特 在船舶遇难记中 叙述了一个水手在成全去西奈途中的故事 由于遇到大风 船被吹到了相反的方向 到了彭特船也坏了 150名水手大多遇难 只有这一个水手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并从彭特带回大量的珍贵物品 香料 肉桂 檀香木等 在努比亚 埃及人的第二瀑布附近建林要塞 阻止尼格罗人及其牲畜越过边境 进入埃及防部 却允许商人来到埃及经商 为了统治和开发努比亚地区 发展商业贸易 第十二王朝的国王 在这一地区开凿了不止一条运河 他们战时可以运兵 平时也可以通商 中王国时期 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重要特点 是私有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与此相适应 这时出现了一个中小奴隶主阶层 强有力的涅捷斯 并且涅捷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 登上了中王国的政治舞台 涅捷斯原以为小人 非贵族门地的人 与贵族的大人物相对立 他们原属于下层自由民 大概起源于古王国末期 在第一中间期 涅捷斯形成一个小私有者阶层 是当时诺姆军队的重要来源 从而为企图成为霸主的各诺姆 其中也包括赫拉克里奥波里的 迪比斯和迪比斯的同志者所倚重 正如喜乌特诺姆的诺马尔赫 提福比斯所说 我不反对涅捷斯 因为涅捷斯给他带来赠礼 给美利卡拉王的教训中也指出 要调整贵族与小人 涅捷斯的关系 其目的是要从涅捷斯方面 得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 涅捷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 是社会分化的产物 而社会经济和社会分化的进一步发展 也导致了涅捷斯阶层的分化 早在第一中间期就已出现了 所谓的强有力的涅捷斯 到了中亡国时期 这种分化仍在继续 一部分强有力的涅捷斯真有土地 有别的农民替他们耕种 向他们交租 第十二王朝时期 喜乌特诺姆的一个贵族 赫普则飞在同祭司签订的契约中 就讲到有别的农民耕种 涅捷斯的土地向涅捷斯交租 有的涅捷斯以参与政权成为高级官吏 如第十一王朝的孟图霍普 波特普一世时期 一个名叫伊提的涅捷斯 他担任了迪比斯的财政大臣 在他的名文中 他是靠自己的手腕发展出来的 在困难的年代 他养活了整个格伯林 他有大群的牛羊 大批的土地和财产 在政治上支持王权 还有的涅捷斯可能成了高级军官 如一个名叫虎舍贝克的军官 曾两次获得国王赏赐的奴隶 一次六十人 一次一百人 但是也有一些涅捷斯贫穷了 变成了贫穷的涅捷斯 不得不靠别人的施舍过活 涅捷斯的成长 是中欧国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涅捷斯在政治上的发展 与王权的加强息息相关 涅捷斯是中欧国时期 与王权同地方贵族进行斗争的 主要社会支柱 因而成了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埃及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 组体水平还低 涅捷斯这个阶层的力量 还是十分软弱的 中欧国时期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和不断进行的对外战争 促进了阶级分化的发展 这种分化不仅表现在涅捷斯的兴起 及涅捷斯本身的进一步分化 而且从资料中看到 一方面是这时的一些奴隶主的手中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奴役和剥削本国人民和外国奴隶 另一方面是 大量居民的破产贫穷 甚至变为奴隶 在布鲁克林第35.1446号 潮纸 植草中 记载了一个奴隶主所拥有的 95个奴隶的名单 因植草损坏 陷阱存80多个名字 其中有33个埃及人 其余为外族奴隶 这些奴隶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 家谱 厨师 教师 花匠 酿酒工 啤酒工 啤鞋工 是啤鞋工不是啤酒工 纺织工 仓库看门人 理发师 讲故事者等等 在该植草的另一面 还记载了一个监狱中 关押的犯人 及逃犯的家属 他们被罚为奴隶 强制劳动 从杜阿乌夫之子 贺奇给妻子拍笔的教训中 我们看到了普通的埃及劳动者的艰难处境 和悲惨生活 因此 稍有一线希望 他们便想跳出这一牢笼 去当疏利 等 从有关开采 西奈铜矿的名文中可以知道 从埃及招去采矿的矿工处境 也是很悲惨的 那里环境恶劣 公投极为粗暴 因此 中王国时期劳动人民 同统治者的矛盾十分尖锐 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 除了王权与地方贵族的矛盾之外 在王室 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很激烈 西奴海特的故事中叙述 第十二王朝初年 阿美涅姆克特一世死后 宫廷内部矛盾计划 西奴海伯 怕招来杀身之祸 而从军营逃往叙利亚一世 就是个例子 所有这些矛盾导致了中王国的衰落 第十三王朝时期 埃及重要陷入分裂状态 于是开始了第二中间期 包括第十三到十七王朝 第十三王朝在南方 第十四王朝在三角洲的西北部 第十五到十六王朝为西克索斯人建立 第十七王朝则在第十三王朝之后 在南方的迪比斯建立 政局的混乱 接近矛盾的计划导致了第二次 平民奴隶大起义 起义的情况曲折的反映在 一个埃及贤人的训诫中 起义发生的时间可能在中王国末期 更可能在第二中间期里 反映这次起义的伊普魏陈词 也是前面一个埃及贤人的训诫的 另一种翻译 伊普魏陈词这篇资料的作者 显然是站在敌视起义者的立场上的 这篇陈词充满了对起义者的谩骂和攻击 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些起义的情况 参加起义的农民守护业者和奴隶等 下层劳动人民平民 已变为财富的所有者 而不能为他们自己制作便携的人 现在是财宝的占有者 所有的女奴隶随便讲话 起义的规模很大 是整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没有财产的人变成了财产的所有者 而富人变成了穷人 人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卑贱者受到尊敬 而原来的高贵者被打翻在地 仆人 伺候人的人变成了主人 王权被推翻 禅的地位 神的地位受到挑战 国家机关包括最神圣的司法机关也被打开 文件被抢走 社会经历了极大的震荡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中王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 起过重要作用的强有力的聂洁斯 在这次起义中成了被打击的对象 他们哀叹着 多么可怕 我怎么办呢 诚实的作者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愤怒 而又无可奈何 同发生在第一中间期里的第一次 平民奴隶大起义一样 这次起义的具体时间 原因过程和结局如何均不得而知 不过 起义显然是被镇压下去了 在第二中间期里 埃及还遭到希克索斯人的入侵和统治 希克索斯人在埃及建立了第十五十六 两个网巢统治过大半个埃及 有关希克索斯人入侵和统治埃及的资料非常频繁 主要资料有保存在约瑟夫著作中的曼涅托禅篇第四十二 希克索斯人自己留下的一些枪狼时刻 淘气以及为数不多的雕像和石碑 本世纪发现的几份资料等 根据这些资料 现在还很难恢复这一事件的全貌 因此有关希克索斯人入侵的问题仍有不少争论 希克索斯人的组成部分比较复杂 其主要部分可能是属于塞摩人的游牧部落 同时也掺杂近其他的一些人种成分 如胡里特人甚至印欧语系的人 其出发点可能是在叙利亚巴勒斯坦 在比较接近的埃及地区 而不可能是从远离埃及的地方来的 因为在希克索斯人入侵埃及的时期 没有发现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有文化中断的现象 其向埃及入侵的原因最可能是那一带地区发生干旱 牧场受到影响 为了寻找新的牧场 这些游牧者便来到埃及水草丰美的三角洲 开始是一小批一小批逐渐的越来越多 由于这是埃及的统一 已经瓦解无理阻止这些入侵者 他们终于在三角洲站住了脚跟 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 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现在埃及学者大多不同意 曼利托所说的希克索斯人采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的方式 而认为是和平的渗透 希克索斯人的首都在三角洲东部某地的阿瓦利斯 其行政机关的情况几乎毫无资料 很可能他们承袭和利用了埃及原来的一套 如他们设立下了埃及国王的司库和司库长官的官职 希克索斯人的首领原来叫做墨人王 在埃及建立了他们的政权后 他们的国王也自称法老并称拉支子 希克索斯国王也向原来的埃及国王 也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个椭圆形的框子里 这表明他们企图尽可能的要适合埃及人的习惯 和吸收埃及人的文化 据萨勒直草一说 希克索斯人崇拜埃及的赛特神 而不许崇拜埃及的其他的神 但实际上他们不仅崇拜赛特神 而且崇拜太阳神拉 他们国王的名字也有拉的名字 如乌舍拉 苏伦舍拉等 更不用说他们的国王还自称拉之子了 希克索斯人最初与第十三十四王朝对立 也可能曾破使南方的第十三 第十七王朝向他称臣纳贡 他们还联合南方努比亚的库什王 共同压制埃及 据萨勒直草一记载 在希克索斯国王阿波比统治时期 全国都臣服于他向他拉贡 该指草还提到阿波比派了一个使臣去迪比斯 给统治南方的第十七王朝国王烧出一个口信 要迪比斯国王把位于迪比斯城郊河塘中的河马中杀死 据说因为据说这些河马的朝壤称 是远在阿瓦利兹的希克索斯国王难于安眠 第十七王朝的国王对此未敢反抗 而是答应照办 说明他们对希克索斯人处于成熟状态 希克索斯人的统治范围 不仅包括了埃及大部 三角洲和中国埃及 还包括了西亚的一部分地区 因此希克索斯人的统治 在客观上对埃及和西亚的交往起了沟通作用 第一节读完了 明天开始读第二节 两河流域的最初文明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谢谢 再见